《黎智英案》在這個星期的焦點 主要是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雄作為重返證人作供的環節 張劍雄指 黎智英在佔中後更活躍參與《蘋果》編載運作 曾要求《蘋果》英文版的文章要編黃 又應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郭明漢的建議 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新和美國時任副總統彭斯會晤的事件造大 又試過要求訪問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 用來催谷遊行的人數 張劍雄又證實《蘋果》撥款支援反修例示威者 控方在庭上展示黎智英發給張劍雄的信息 信息內容是郭明漢建議將陳方安新和彭斯的會晤造大 張劍雄解釋做大的意思即是做到最大效果 張劍雄之後按黎智英的指示 要求編輯部將報導放在焦點 又要根據網上新聞不斷更新 張劍雄指以他的觀察 黎智英從蘋果創刊到2014年 比較少參與編載政策 但2014年佔中之後就更加積極參與蘋果的編載 指示下屬要在蘋果呼籲民眾爭取民主 他認為這樣令蘋果成為一間反政府對抗中央的報章 黎智英會對新聞寫論作指示 亦會向評論版推薦寫手即是讚稿人 至於蘋果英文版 張劍雄作公子 在英文版刊登的文章 黎智英清晰指示要偏旺 以及不要親政府 被問到什麼是偏旺 張劍雄解釋 他們理解為支持抗爭、支持逆權 所以選選出有關抗爭、逆權、制裁 反香港政府以及反中共的中文文章 翻譯成為英文 張劍雄亦指 黎智英曾經要求他親自尋訪林榮基 並將訪問寫成文稿 傳給蘋果台灣版 盡快發布至網上新聞 之後張劍雄又吩咐 蘋果時任副社長陳佩敏 說是黎生想用來做頭條 目的是要催谷 2019年4月28日的遊行人數 但報導出來之後 黎智英認為效果不太刺熱 於是委託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 聯絡末代港督彭定康 之後彭定康在訪問中 批評特區政府修例的決定 訪問在遊行當日刊出 張劍雄提到 黎智英決定蘋果網上新聞 自2019年7月1日起 向註冊會員收取3元手續費 同年9月1日起改為收取月費訂閱 亦都在每筆手續費當中 撥出1元給支援示威者訴訟和醫療費的基金 最後撥出30萬 張劍雄指 黎智英認為出錢幫助示威者 可以鼓勵支持示威的人訂閱蘋果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以及蘋果日報三間公司 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 將會在下星期二即23日繼續審理 同年9月9日 迎賞 旦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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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正在